还有师生有志一同马来西亚万金的志工黄有正 去年带动补习班的学生参与水灿金藏演绎 到现在师生仍然持续投入社区环保跟慈善的工作 以前我是给人家讲了一两句就去打人了啦 一生气就骂人啦 反正就是对妈妈大敲声 为了除习气 敌心垢 黄有正在2015年带着补习班的学生参与水灿金藏演绎 演绎随已结束 影响力却仍然存在 参与水灿钢 觉得要孝顺父母要及时 不然有些可能会来不及 应该是暴躁习气畅上人 听到就酸鸟了 迟早也会过去 持续走在实际路上 师生积极投入社区活动 无论是资源回收还是个案访式 都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走入社区穷困家庭 学生们才发现身边也有许多可以付出的暗角 因为老师带我们出来 让我们看见一些比较苦难的地方 让我感觉到非常不同可以帮助这些人 没有参与之前完全不懂原来这么多人过得这么辛苦 然后参与了过后才知道 原来我自己算是很幸福 不只注重学业成绩 黄永正也借由志工服务平台 培养学生的品德 看到很多孩子 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善知识 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个环境 能够给他们多一点点的法的滋润 希望他们能够不管在哪一个方面 都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基本的付出 水灿因缘只是起点 这一群师生没有忘记当初的感动 让大爱善行持续融入生活中 年轻的生命也就此更加丰富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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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